诈骗手法花招百出 不少住屋组选择在脸书找房子 现在就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来进行诈骗 有民众就被房东诃骗 物件很热门 要先付定金才能够看房 结果民众转会3万多的定金 到头来没有看到房子 预付的定金也都要不回来 气得报警处理 不少住屋组选择在脸书来找 自己要住的房子 但是现在却有人利用这一点来进行诈骗 说自己的物件是相当的热门 要求租屋客先付定金再看房 我先请你要汇保证金 因为他利用一些消费者的一些竞争性的心理 那希望说我这个房子很便宜 然后物件条件地理位置很好 装潢也装潢很漂亮 那让消费者会有竞争性的心理 怕慢一步我就住不到这个房子 所以其实他会叫你要汇钱来 然后汇完钱之后可能人就消失了 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诈骗手法 社团上租资讯琳琅满目 有民众就看到低于四价的租金相当心动 马上用简讯询问 房东却告诉他第三个房客打算晚上汇钱给他 如果没有汇出定金就无法看房 表示只接受一位租客定金 因此就进入了诈骗的圈套 10月19日本所接获民众报案 称其所承租他人的房屋照片 招人盗用上传脸书各花莲租屋网社群 因控他人的照片固制本所报案 本所已规定受理 花莲分局呼吁 民众若在网路上看到价格明显低于行情 且又有精美装潢的房屋 切勿单方面联络房东或仲介就心急汇款 因当面与陈住人确认或查看屋况较为妥当 以免遭受诈骗 租屋族务必在看屋签约前再三确认屋主身份是谁 避免遇到假房东争诈财 被骗了都不知道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 花莲市采访报道